欢迎您收听长篇报校玄幻小说 老那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十八章 烧香拜佛 杨华狐疑地说 真的吗 一直是重修了 村子里出的钱吗 谁出的钱我可不知道 不过是真的烦心了 估计是哪个大款上山卷的吧 杨平赶紧岔开话题 继续吹嘘一只庙 杨华此时此刻也是乱了阵脚 死马当活马医 也就听了 吃完饭 回家找媳妇说去了 一天很快地就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 方正是早早地起来 煮了一锅精米 吃的是不亦乐乎 要是没有精米的诱惑 方正还起不了这么早呢 但是吃过精米的味道后 他呀 是到了点就得吃 绝对不拖他 只不过有一点 方正很不爽 向来早早出去 找食吃的毒狼 竟然不出去了 就蹲在厨房里守着 饭一出锅 就伸着舌头 一脸渴望地看着方正 方正要是不理他呀 他还能甩甩舌头 那甩得口水乱飞 弄得方正不得不分他一口吃的 才能将这祖宗啊 给打发走了 吃完饭 方正继续清理佛堂 擦佛像 擦油灯 这都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情 眼看着呀 第三天开始了 方正望着空荡荡的大门口 叹息着说 一个月十炷香啊 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啊 这都三天了 第三天了 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人上来 谭爷爷他们也是 人都来了 也不顺手上一炷香 正当方正望颜欲穿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 听声音呢 是一男一女 方正顿时来了精神 侧耳细听了起来 杨华呀 你是真的疯了吗 大医院都说不行了 烧香拜佛能管用吗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这么迷信 咋说话呢 什么什么年代了 什么年代佛教不都存在吗 寺庙不都存在吗 都到寺院门口了 你少说点不好的话 被佛祖听去了 怪罪下来 咱俩就真没戏了 杨华迅知道 妇女哼哼了两声 我的意思是说 要拜呀 也去大寺庙啊 这一纸庙能有用吗 一纸和尚还能有点道行 那小和尚方正 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那开当库我还给他缝过呢 他除了吃饭吃得多 也没有见有啥本事啊 方正为言是老脸一红啊 没想到这次来的是杨平的哥哥杨华 和杨华的妻子杜梅 这杜梅他印象深刻呀 嘴巴有点黑 但是人不坏 为人直爽帅真 不过他小的时候 可没少那个挨杜梅打屁股啊 啪啪的 想一想 一会儿又要见到杜梅了 方正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家的后丘 不是 是自家的屁股 竟然有点疼 说话间 杨华已经带着一名身穿朴素的中年妇女 走了进来 妇女一看到方正就笑了 方正啊 我们来看你了 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 你最爱吃的鸡蛋 还有酸菜 方正一听眼睛顿时亮了 在这个穷山僻壤的地方 鸡蛋绝对算是奢侈品呢 酸菜 虽然只是白菜腌制而成 但是在这个刚入秋的季节并不多 没有漫长冬天 炖炖酸菜的煎熬 那却有一年 没有吃到的思念呢 这酸菜立刻就成了真品 成了佳品 不过方正还是有板有眼的 双手合十 多谢施主 啪的一声啊 方正光头上被杜梅一巴掌 拍了一个响亮 什么施主不施主的呀 你这个臭小子 还跟我端起了和尚腔调来了 不管你现在是个啥 你都是我当年看着长大的小崽子 话说回来了 你这才回山多久啊 怎么都饿瘦了呀 来 先吃两个鸡蛋补补身子 老母鸡今天早上刚下的 一大早上放到锅里煮的 方正听着杜梅那叨叨叨叨叨的话语 一点不生气 反倒是有一种久违的温暖 心中感叹 有人关心的感觉 真好 等杜梅唠叨完了 方正才说 婶啊 贫僧已经出家了 不能吃鸡蛋 不能吃荤腥了 就是啊 早就跟你说过了 方正已正是和尚了 和尚哪能吃鸡蛋呢 杨华说 然后拉着方正抱怨道 你是不知道啊 一说上山来看你 这家伙差点把我们家老母鸡都给杀了 给你熬汤 幸亏我拉着了 要不就浪费了 杜梅推开杨华 瞪了他一眼 刀刀刀刀刀 你干啥呀 你跟老娘们似的 废话还那么多呢 方正啊 真不吃鸡蛋呢 好吃的鸡蛋哟 方正是一脸苦逼啊 他又不是三岁以下的小孩子 你至于用这招吗 最终方正还是拒绝了 杜梅一顿时就不高兴了 然后说 辛辛苦苦给你弄上来的 你这个小崽子竟然不要 你 你真是气死我了 方正见词赶紧说 鸡蛋不要 但是酸菜要啊 这可是好东西 好久没吃了 这个你得给我留着 杜梅这才眉开眼笑了起来 方正收了酸菜就问 沈子 你们今天来山上 可是有事啊 有没有事 方正已经听到了 大概能猜到 只不过他对于自家寺院 寺院不讲话 是寺庙的灵验程度 他自己也没一个谱 杜梅说 哎呀 别提了 这么多年也没有一个崽子 那可盼死个人了 医院也看了 土方子也试了 根本就没有用啊 昨天你杨叔 也不知道脑门子上 被哪家驴子踢了 说是要上山求佛 你说 医院都治不好 求佛有啥用啊 再说了 就算求佛 去个大点的寺庙 还能有点用 就你这小寺庙 上屋三片瓦 下屋三尺地的 能有啥用啊 人家大寺庙的大师 那是有本事的 而你小子啥样 我还能不知道吗 穿着裤子 我都知道你屁股上有胎记 方正尴尬了 杨华赶紧将肚梅 就拉到了一边 哎呀 我说你絮絮叨叨 没完啦 有完没完啦 当着人家的面 说不好的 你还求佛不求佛了 杜梅倔强地说 我跟方正抱怨呢 又没有跟外人抱怨 咋的啦 方正还能生 沈子气不成 方正 你生气吗 方正无奈地说 不生气 你看 不生气吧 那 方正 你说沈子 说得在里不 杜梅又问 方正这回摇头 沈子 寺庙不再大小 心成则灵 我这寺庙虽然小 却灵验得很呢 寺庙的神通 在于你的自身 而不在于寺庙的住持如何 你若心成 怎么都灵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 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